天热了,有这么一碗红绿可口的凉面,极清爽,又能满足我们爱吃面的喜好 但想要做的面条,黄菜菜的诱人,抠抠谈的口感 那就得下些功夫,干货却拿走,开店并不来 大家好,我是评论王老师 想要做的可口,交由标口,拌面汁就是脱味的关键 调料有一瓶鲜酱油,一碗香醋 味精,盐和这一碗料头,生姜末 再浮以这盘香料,做出香料水,那香的丰富度就提高了 锅内豆油烧热,加入生姜末,炒香 一碗香醋积进来,把醋呛熟,去除生色味 紧接着这碗清水倒进来,把醋破开,吸食酸度 不然的话,就太炼酸了,有点酸的倒牙 然后加入洗净的香料,记得炒果要去刺 小火熬一熬,让香料的香味释放到这碗汤汁里去 熬个三分钟,闻着淡淡的香料味飘出 赶紧捞出料杂,不该熬过了 熬过了,自然就会苦味 紧接着,下入一瓶银酱油,提个酱香味 烧开后,关火 调入盐,把脊味打足 味精,鲜味给足 搅一搅,让盐和味精充分的融化 因为它是调味之,整体味就要偏重一些 调凉面嘛,自然就要放凉后使用 好吃的这碗凉面,我们还需要一个姜蒜汁 把串香味也提出来 金蒜和去皮的生姜,加入蒜窝中 倒子前,加点熬豆油 防止氧化,变色变味 你看用蒜窝倒出的姜蒜 黏黏的它的胶质出来了 那串香的溶厚感就更重 咬出来,容紧这碗凉杯开水中 调味之,姜蒜汁备好了 还必须要有我们老婶真爱的这碗油泼辣子 调味量备齐了 我们看一看,黄灿灿的面条怎么做的呢 我们要利用黄枝子 黄枝子洗净后抓袋 刹刀,进去把它呸呸呸碎了 便又出色 接着凉水下锅 再打火慢慢烧开 这样,出的颜色更理想 盛装中,精细于盛装的黄色就可以了 捞出黄枝子 开水下碱面 煮到八成熟,捞面 利用鱼翁把面条熟透 露出面条,天外不要过凉水 先上筷子,抖一抖 热量走一走 撒上蔬菜子油 再次抖 用蔬菜子油了 面条互相自家不沾脸 一口气不清晰 不停地抖着 把面条表面的水分 车子地蒸发 才能保证 面条有抠抠弹的口感 车底凉了 筷子调起抖一抖 你看,韧性十足 抠抠弹 我们开店做生意 有这么看凉面 展示出去 立马就能勾起 十克的食欲 黄色的面条 搭配上爽脆的 对豆芽 胡萝卜 黄瓜丝 上马勺 先来一勺调味汁 再来一勺姜蒜汁 油泡辣子 连扎带油 美美的来两勺 搅一搅 拌一拌 精华的底面 挂着红烟烟的红油 裹着调味汁 姜蒜汁的串香味 打着底 可口的凉面 抓盘 撒上小香葱 小米辣绿 花生碎 多一个口感 点缀香菜 这夏天 人见人爱的凉面 制作完成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吃饱吃好 积蓄力量 效对生活 不齐 可口感 不齐 太美 也因此 最后 痕 甚至 尽快 木